今天天氣很好 不斷有樓梯 很累 爆嶺 景很開陽 我們現在在大堂王彌敦村下車 Hello 我是Conno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就在大堂王彌敦村 今天我們會走上石龍宮再下荃灣 想看我怎麼走就教他下去了 我們Let's go 今天走完全古道 是去日元朗居民往來元朗 荃灣的主要綠路 由大堂王彌敦村起步 走經大堂自然教育徑 途經豐香林 蓮花山公立學校水泥滑梯打卡 到了石龍拱山頂 飽覽荃荃和青馬大橋 在荃灣方向落山 全長15公里 需時五個小時左右 可以先去廁所 下車就向前走 然後看到大堂山道 轉右邊走上去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啦 這次我們現在走到大南街的公園 在樓梯這一邊上去 今天很好天啊 上到來就有洗手間 就是我們想上去 超級多人 BBQ 聞到很香 我們現在有大堂自然教育徑 走下去 完全古道啊 這裡走 開始 繼續 向右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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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來看見路牌走 向右邊走 走走走來 還有風坑 看到還有少少紅葉啊 走過了 走過一個停車之後 我們就繼續向上走 然後再右轉 走到那麼久 現在呢 看到這個完全古道是田風仔 我們就上樓梯 就是左邊這裡上 哇 好厲害啊 我們在這裡上去 很快上到來 我們就走左邊出去 繼續直上樓梯 去到分岔路後 我們走左邊 走到上來 就轉左 我手邊繼續 然後呢 繼續向右邊走 轉左 看到這個牌 我們在這裡轉進去 走到上來 看到箭咀 又是有箭咀 然後我們走右邊 看著這個牌 繼續走 走到那麼久 我們現在呢 看到這個田風仔營地 就向下走 好累啊 走了一條很長的樓梯 終於上到平路 來到這裡 看到田風仔營地 我們轉左邊 看看地上的箭咀 走到那麼久 我們在這裡下去 看到箭咀 就有 其實呢 完全猜到 自上也有樹蔭的 但是 走完後 走過去呢 就會 比較多 需要上的樓梯 因為現在走了 11公里左右 剛剛上了兩大段樓梯 都 開始累了 慢慢走就 都舒服的 差不多到了 走到蓮花山 我們轉上去左邊 這裡 就上石龍拱 看到箭咀 不走 救著它 看到一個石梯 好緊張 來到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石梯 之前走石龍拱 我也是走到去 停在荃灣走上去 走到兩停就會走回頭 第一次可以 希望可以走完全程 走到差不多要補充回頭 好久沒有走呢 這裡應該不算很難走 但是也走到氣來氣喘 所以一定要好好練習回頭 哇 很近啊 我們來到蓮花山公立學校 就是這個 滑梯的後面 已經荒廢了 在這裡走進去 那我就不會進去的 大家如果想進去的話 就可以去探險一下 那我們現在玩完之後呢 在常滑梯後面的這個洞 看到石梯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走下去 明顯的路 我們就向這個方向走 然後繼續向上走 穿過小屋子 走到分岔路口 然後我們看到石梯 就是在這裡走進去 那些草子很密 好了 走石龍拱 包林 好誇張 好危險 戴上手套好一點 在裡面走了大輪之後呢 終於出來了 唉 開陽花很多 然後就繼續向右邊出去 剛剛就在這裡走出來 然後左邊就看到青馬大橋 然後我現在打算上標高柱 終於上來了 就是標高柱了 這個景很開陽 很開陽 現在看到對著 在石龍拱對面 就是大帽山 山頂 好耶 這裡是全馬 這些景色 很誇張 很快 天啊 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光了 那邊就是青馬大橋 這裡是全灣 然後… 然後… 景色很清 然後我們上去莫布高柱 然後我們上去 麥登錶 現在我們在上面下來了 終於去到最出名的亭 剛剛我們走上了上面的山 下來也挺危險 都很滑 所以伸手就想想上不上去 不過景色真的很美 所以很多人會過來 同時在全晚過 今次也是在元朗過 第一次走完全程 所以都很厲害 這個位置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在這些路上打卡 走到路口轉右邊 很快就會到 我們下來就是夏花山 在這個樓梯下來其實也挺辛苦 因為都很斜和很長 然後我現在就走出去 我們剛剛已經走完整條 完全古道了 下到左邊 完樓梯繼續下去 就會下回大路了 到了 終於到了 下回來了 全景圍 之前很多時候都會在這裡上 完全古道 我們已經下回來了 走完完全古道了 喜歡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今天出新片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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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